消防星期六早上7時多接到一個27歲英籍男人報警 為因為受酒精影響迷失方向 獨自走入叢林期間失足度下山坡 消防照來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協助 在山頂對出一大盤船 在勞吉島對落約200米的叢林發現事主 直升機低飛 機組人員由省移下去救人 最終花了大約10分鐘將事主吊起 帶上直升機 而事主身體擦傷 經初步包紮狐狸之後自行離去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